拍什么拍的 靠靠都准备定退车的还拍的 靠靠都要退车的还拍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骑郎方舍阿伟 咱们今天又见面了 4月1日 新的一个月 又要开始了 咱们今天 交车一台大通V80长轴高点 黑色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的霸气 里面是纵制山下铺的设计布局 内蒙古包头车友过来提车 这台车也是之前一台线车 咱们车友来厂家参观了一下 直接看住 交上了定金 然后回家 过了几天要过来提车 因为车友最早在年前 自己有一辆越野车 然后自驾游了三个月 回家的时候 拐到我们清安房的厂家 来看了一下这台房车 然后直接定下 说以后要长期在外旅行 长期在外自驾游 选择一台房车还是比较好的 配置很高 5米785的长度 2米65的高度 2米的宽度 蓝牌C照是可以 拍拍拍拍 拍什么拍的 哎 靠靠都准备定 退车的还拍的 靠靠都要退车的 这家伙吓我一跳 今天愚人节了 逗你开心 石总你继续拍吧 吓我一跳 这家伙吓我一跳 今天愚人节 拍吧 拍吧 好好好 来咱们继续来说车 今天4月1号愚人节 同事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正在录像 他过来突然打断 我说车友车友要退车 真的吓我一跳 那啥时候过来了车友呀 下午是吧 下午都过来了 现在在 现在去得 马上到咱这个洛阳高铁站 他说今天要看牡丹嘛 先去看着牡丹呢 下午再管 随藏植物员看牡丹 好 你操练心啊 操练心啊 来的时候你跟人家服务好 好 铃牌什么都办好了吧 办好了 好 行 中文的沙门 咱们家的特色 中文沙门 防止蚊虫进入车内 然后这边有厨房 这个车有两个厨房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外置厨房和这个中部的厨房 车友喜欢咱们这个备胎式的外置厨房 然后中部也有个厨房 两个厨房到时候做饭 会更快一点吗 两个火 两个厨房 四座的设计 主架和副架 两个座椅都可以360度旋转 脚垫已经铺上 咱们这销售经理都是比较用心 该送的都送给车友 东东的方向盘带定速巡航 这边有V80的一个中控 看起来比较有种复古感 复古感 因为现在新款V80底盘也出了 所以说咱们再定的话 那个底盘肯定都不是这种的 这是在20年之前都是这种底盘 车顶的上方有一个西顶的电视 马桶也配上一个便携的马桶 还有延长的一个小桌板 这种移动的小桌板挺不错 行李都已经放上了 他昨天好像已经来过来过 把行李全部放着 然后他今天去乱看牡丹去了 然后今天下午要回来提车 因为咱们这个临时牌照 要等到第二天才行 后置的上下铺设计 上铺可折叠下铺是可以扩展 扩展完之后的宽度是很宽的 咱还能再扩展这个垫子这么宽 能扩展到一米一八 能睡俩人 然后上面这个折叠床是不实用的时候 里面是有空间可以储藏东西的 然后实用的时候可以睡一个成年人 两个小孩是可以的 然后后面是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空间非常大 到时候便携马桶咱们都放在卫生间的里面 里面有花洒可以洗澡 咱们用复古式的空调 还有一个储物柜 包括85升的大冰箱 最重要一点这个车 床的上方有一个双向的换线扇 然后换线扇的尾部 大家看到吗 它是有个大天窗的 这个天窗设计的非常的到位啊 咱们把它打开看一下效果 天窗 有防纹的一个 咱们打开之后 把防纹杀帘拉起来 还有一个隐私 隐私拉起也是透气的 天窗真的太喜欢这种天窗 我是挺喜欢这种天窗的 这边都有吊柜 怎么样 这台车还是不错 有水奶一体机 我们最新款的水奶一体机啊 是那种双循环的啊 里面的防动液是双循环 所以说使用起来效果会更加更好一点 带盖的水盆 这边还有个电磁炉 下面都是橱柜 空间真的太大了 V80的内高能达到1米86的一个内高 比V90的高顶要高很多 但是他和V90的加长轴超高顶比啊 他要肯定要没有他大 但是内部的长度是一样的 和加长轴长度是一样 就是内高比超高顶要矮上那么不到10公分啊 8公分左右 后门也有一个沙门 不错挺喜欢的 我是挺喜欢这款车的 最经典的布局最经典的款吧 那么今天咱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刚刚他吓我一跳 让我现在也语无伦次 咱们就先拍到这里吧 明天再见 拜拜